我們開始來上課 各位政務官 大家好 首先我要恭喜各位 今天是高級班對不對 如果你上完高級班就等同再一部 再一部就是政務官 他剛才有說你們可以往前面做 你怎麼知道什麼原因 為什麼 最重要的因為你是大官 你是大官 大官都要做模範 要做到頭上的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在那邊 我們的教室人很多 如果平去坐到頭上 都是最帶頭的大官 所以你們學做大官做的關係 他說這不是現在說的 我有一點點的經驗 我雖然不是過去當局的官員 但是我做過 現在有一個民生叫做 修善農的區 修善農的區就是半官方的 我是做過理事長 我以前沒有做過公務員 我不知道 一邊就是 政務官 就是國醫要做的 政務官的長官說要開會 所有的醫 都拜得很好寫 他們所有的 這些公務員都是孫無關 都孫無關 安排得很好寫 將將醫 賓 什麼都安排得好 但是你等 叫我等什麼人 等那個館的館長 那館長一來 揮風鈴鈴 整個都全場都丫頭 有聲 他說話 有風 他說話多有爛 為什麼 因為他是政務官 他是一個團隊 政務官就是要做領導的工作 領導的工作 當然 如果說修善農農農農 你今天要做什麼 要做頭情 修善農農農農 農農農農農農 農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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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 農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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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 要做頭情 我說這都是真的 身為一個政務官 你一定要盡量往前面 為什麼 為什麼 事務官的工作是什麼 做事情 就是做什麼事情 政務官 就是在做各位 你們現在還來政府官 你們安排什麼工作 就是叫事務官來做 我們比較熟義要怎麼說 就是事務官 說得熟義 我們不是看不去 那是政府不一樣 事務官就是小小 政府官就是大小 你知道嗎 所以我這個絕對不會 隨便亂講 我記一個 一個國家最大的 都叫什麼 總統 國王 風帝 那叫做最大的政府官 他都在打派工作 風做的 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你們是政府官 你們零工也是要打派工作的 所以鞭鞭鞭鞭鞭 要教你們怎麼做官 教你們怎麼做官 我們就了解一下 來看一下 這個 當然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哇這個台灣民政府最近 哇這個 這個事情很多 因為我們會說 聽說你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不是說很早要進行 還要進行 還要進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 台北101大樓要去幾年 要去很多年 幾年我不知道 你要去一個政府 是要101的幾百倍幾千倍大 你想要加很多倍的時間 因為你要準備很多 你做一個政府 有很多部門 你有人民 要怎麼跟人民搶 要讓人民都很幸福 我們做一個政府 我們有一個政府 要讓人民幸福 要讓他們大大好的地方 對不對 要讓他們的飲食無憂 沒有毒 現在讀很嚴重 要讓我們的世世代代 過著怎麼樣 最有尊嚴的日子 過著最幸福的日子 給他們享受最好的教育 這個都要大有為政府 所以各位 我們就是要做政府 政務官的主要官員 所以我們有責任 所以政務官等同呢 畫上等號就是責任 但是政務官也是叫做權威 你做政府官是有權威 為什麼我剛才有說到那個 你知道那個 那時候我去參加那區 我第一次見識到 哇這個長官 坐在那裡真的微風鈴鈴 那公委都直接 大家都要百分之百服從 各位你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了解 如果沒了解 你記的是政務官 我剛才台語講出來 你就是主要的領導人 插頭的就對了 你的角色跟你的定位 跟作業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我們來這晚上的時間 來跟大家來做個解釋 這個就是我的名字 因為我都拍攝 穿給我自己是工師 所以我只有這麼多講師 一般有的寫工師 都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 政務官也會記得 威風鈴鈴 但是也要謙虛 也要謙虛 來往下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政務官 當然你也要恭喜政務官 看到事務官 那麼政務官跟事務官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等一下後面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會講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政務官 這個是 為什麼我看到這一張 我把它貼上來 它現在是等同 未來在我們台灣 最偉大的政務官 為什麼偉大 因為它的規定裡面 它要來改變台灣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說到這個說到這個 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樣意思是什麼 目前就是不正常 為什麼不正常 各位可以講出來嗎 你要說它出來 為什麼不正常 我再跟你說好嗎 如果不正常 又非常非常不正常 到底是怎樣 譬如一個 全世界 有主稱說它是國家 現在全世界有幾個國家 差不多200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它的房子 每一個國家 你要是國家 就牽扯到主權 租款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 你要做一個政府 要一個國家 你要準備的 可以說一萬倍的101 所以要時間 一項一項建立不好使 現在說到這個就是 我們的林志生秘書長 他的偉大在哪裡 你看 各位你們知道 我們來這裡最好 既要來歸台灣民政務上課 大家都怎麼樣 會對我們台灣民政務 非常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秘書長 他是最偉大的政府官 他都偉大到什麼程度 往下面看 這個偉不偉大 我告訴你 我們的秘書長 他的偉大程度 可能 可能 都不亞於 川普先生 為什麼不亞於 我說這很大 你台灣的小小的地方 你要叫川普 跟川普比 我們不要直接比 重點來 台灣目前來說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國際地位不正常 那麼 他 我們的秘書長 要帶領我們 走向讓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化 正常化是什麼意思 你要有那個款 我告訴你 目前 我們說 當然我們過去都叫中華民國 對不對 他絕對不是一個 正常 不是正常化 因為 中華民國 你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要有領土 那領土在哪裡 你去中華民國的憲法 找不到台灣 找不到台灣最快的土地 你一個國家最基本 你要有一個土地 你這個土地 像你這個國家的 但是你去中華民國憲法 就找不到台灣 重點是你在台灣 在這裡 你又自稱我就是中華民國 我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問題 問題來了 你的憲法 找不到土地 就表示台灣 不是你的土地 既然不是你的土地 你就不應該在台灣 所以他們那時候 不知道怎麼會 李政委有說 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原本不是在台灣 但是 因為 歷史過去 一些國際法上 要處理好 所以 這不是他放在台灣面 所以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我們的林博士呢 他帶領我們的 讓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讓我們台灣的未來 擁有國際的身份 我們如果有國際的身份 事情就來了 我剛才說 全世界現在有請到200個國家 所有的國家 沒有人說 他的邦交國 只有十幾個 沒有啦 每一個國家 200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他的邦交國至少都是怎麼樣 100個以上 沒有100個以下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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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敗在世界11名 我們是世界 第十一大的經濟體喔 很頭情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卻沒有國際的身份 因為我們沒有國際的身份 我們就不能參加什麼 不能參加世界的組織 世界有什麼組織 WTO WHO 還有什麼 聯合國 還有什麼 說不完 我們都不能參加 因為 我們沒有身份 我們就不是主管獨立的國家 所以不能參加 重點來了 現在的政府都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名字叫做 他說台灣 亂七八糟 如果他如果說的都沒有屬實 這樣就是你欺騙 政府怎麼可以跟人民欺騙 不行 但是為什麼要跟我們欺騙 你知道嗎 現在在台灣 他自稱做民國為什麼要跟我們欺騙 你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他是流浪來這裡 就是流亡 國家叫流亡 他現在流亡來百人的土地 你去百人的土地 你去百人的土地 所以要跟他們跌 跌了 要跟他們變金 要跟他們變金做他的土地 這樣可以嗎 百人的土地 你這樣可以去變金 變金就要去定基 如果說我們去一個地方 這堆沒人在建造 沒人在建造 你自己去建造 你去種東西 你去種東西 你說這個土地是我的 這樣對不對 這就是要跟他們跌的 這樣跟他們跌的的時候 有一天 主人出現 主人說 你來在我的土地 這個怎麼 種東西 他就說 這個土地就是 這個東西他種的就是他的 但是 這個時候要怎麼處理 兩個人要怎麼處理 什麼處理 司法嘛 很簡單 你擁有做 你就來那種做的人說 你把你的副本地給我看 你拿不出來 對不對 但是土地是我的 我有沒有副本 這個副本 副本就是有定基的 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也一樣 你說這個土地是你的 你副本在哪裡 你沒有副本啊 在欺騙的 為什麼有辦法在這裡 這麼久 因為它叫做佔領 親佔 佔領的時候 再來就有法律 國際法律規定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去跟人佔領 不可以把人的土地變更為理會 所以過去 中華民國 在過去 李政委 他那時候說什麼 要動勝 有沒有 要做 要變更 結果 所有權人 所有權人 都跳出來 你不可以變更 什麼人是所有權人 美國 美國說你不可以變更 因為這個土地不是你的 所以不能變更 這是大約的描述 讓你們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偉大 它的偉大到辛苦到怎麼樣 最近呢 因為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所以我剛才給你們 各位都是政府官 給你們講義 那麼即將執政呢 是因為我們的秘司長很辛苦的 帶領著我們用國際法 今天如果沒有公法論就不要跟人說 我們今天是公法論 我們用國際法來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包括連美國都怎麼樣 美國就把我們尊重 美國就尊重我們 所以 這個本就講到大約 等下都會再次提到 來 所以我現在說政府官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政府官 來 這裡的都是政府官 都是政府官 這裡面沒有事務官 你知道嗎 像這個重要的 事務官大家要推旁 站在這裡 最少都是政府官 為什麼大關 當然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位政府官 他也是政府官 像這個 這個是副總統彭斯 這都是他的副手 或是配合他 配合川普執政的一群人 配合川普執政的一群人 這個叫做政務官團隊 所以要記住 政務官一定跟團隊有關係 你如果事務官就不一定有團隊 為什麼事務官不用團隊 政府官要團隊 這有差別 事務官就是你有技術就好 你技術做得好 你的事務官能夠存在 事務官能夠聲稱 這就是有法律上的制度 有制度 你只要制度走就好 政府官也不可以隨便把你壞掉 但是可以隨便把你調走 調到別的地方 把你調到不中的地方 把你調到不中的地方 把你調到比較辛苦的地方 他可以把你調 但是不能把你遲掉 除非你犯了法律上嚴重的錯誤 必須要把你壞掉 否則的話 政府官也不可以隨便把事務官壞掉 但是一個事務官不願意配合怎麼樣 可以懲罰他 怎麼樣懲罰 把你調走 有嗎 所以很多人說很怕被調到中間的地方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他是一個現在美國最大的政務官 那麼可以在全球來講 他也是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政務官 所以我叫他川普大帝 這裡面有誰是政務官誰是事務官 我告訴你 這也是他的政務官團隊 要怎麼看團隊 來看一下 怎麼會都這樣 大家姿勢都差不多 手都放一樣 有沒有 這個叫團隊 所以要學習 以後假設這個是我們的秘書長 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們就一人跟他一樣 這個叫團隊 這樣就對了 來 這就是安倍 安倍的這個 政府官團隊 如果說到這個部門 要注意到 安倍他是議員出身的 他現在是在日本叫做總理 日本 但是又叫他首相 他到底是總理還是首相 為什麼叫他首相 為什麼叫他總理 但是總理 在台灣不一樣 我們做政府官都要知道 我們做政府官都要知道 在日本 他們就是 他們有很多黨 進去競爭 進去競爭的時候 就是 他們有的黨 他們黨選議員 比較多人 當然 他們最大的黨 進去做立政府 所以議員裡面 他們的黨 就推出他成為他們黨的一個主要代表 來擔任政府的首長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他被推出來的時候 他叫做安倍總理 就是現在的日本政府 我正在說日本政府 國際法很多媒媒角 日本政府 他也是一個國家 但是為什麼都稱呼日本政府 他是日本國 但是基本上 很少人稱呼他日本國 都稱呼他日本政府 為什麼 這個又講到所謂有關的法律 政府官 他是日本政府的時候 他叫安倍總理 那為什麼會變成首相 他現在做總理要的 他要進 要進到一個地方 被撤封 之後他出來就是首相 要進去還是總理 要進去後就是首相 就是進去皇宮 現在日本皇宮 的 日本天皇是誰 目前 明人 明人天皇對不對 所以 在明年的 我們過幾天就要日本行了 要去跟他怎麼樣祝壽 要祝壽 要祝壽 這邊是日本天皇 就是明人天皇最後 最後一次還沒有卸任 他即將退位 不是卸任 他要退位 好像是200多年來 他第一次這樣的退位 退位是由誰來接任 得人 得人 得人天皇 所以 這篇 12月這篇 是他最後一次被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時候我們來給他祝壽 來祝壽 就是因為皇宮 就是接受明人天皇的撤封以後 他就變日本的首相 這道理 但我剛才說到日本政府 原則上 為什麼不是日本國 日本政府他的主權也不夠完整 為什麼 這都是國際法 如果平常沒有說到都聽不懂 都跟日本就日本 在國就在國 中國就中國 你現在的心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 因為安倍他所領導的日本政府 他的政府 我剛才有說到 一個主權國家 第一項至少要什麼 擁有土地 對不對 安倍他所領導日本政府有沒有土地 有什麼土地 天皇的土地 那都不是他 因為為什麼不是他的 為什麼不是他的 他側望他會首相 你要知道 日本 現在日本政府所住的土地 是天皇讓他們來成立政府的 所以土地的所有權 還是日本天皇 所以既然你的政府 你沒有土地 那你當然 當然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既然沒有土地 你都沒有主權 你沒有主權 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 現在說到這裡 就說到現在 台灣的ROC 叫做中華民國 對不對 土地就不是你的 土地不是你的 你又要怎麼成立的國家 你就是 不是主權的國家 你是 頂多是一個政府而已 政府的話 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做政府 像現在大日本政府 他要到那邊成立政府 至少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就日本天皇要同意 日本政府 你在我的土地上 成為一個國家 但是土地所有權 還是我日本天皇的 我准許你在我的土地上 變成一個政府 這個叫政府 現在來了 我們現在說 所謂ROC ROC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他現在來台灣 之後 最快西針 請問 土地所有權人 有同意 我最快土地 給你成為政府嗎 沒有 所以現在台灣的ROC 基本上已經不是政府了 他只是一個當局 英語說authority 就是有權力的一個管理者 為什麼 現在台灣的ROC 叫做authority 叫做有權力的管理者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 有權的 有權的國家 是有權給他 就是一個國家 美國 對 美國有受權 你暫時幫我管理 但是你已經不是政府了 已經不是政府了 因為 在全球沒有人承認 你是一個政府了 那相對的 剛才我們看到台灣民政府 現在是全球的國家 他們都同意 都承認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 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我們往下看 為了要讓你們了解 什麼叫政務官 什麼叫主權 所以我這個部分 有講比較多時間 然後往下看 好 各位你要做大管 對不對 你要記得 你叫做政府管 你所帶的人 叫做政府管 你知道嗎 好 簡單的 舉一個例 你今天是一個 我們說一個鄉 鄉的最大的 叫什麼 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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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政府官團隊嗎 有 他有政府官團隊 什麼是他有政府官團隊 因為 以人事來說 對不對 鄉長 鄉長是有一個 他的主任秘書 我們現在就是 他人的貼子 來講 好 鄉長 他有幾個部門 有很多部門 這個部門都叫什麼 農業 都叫做這個 局 還是儲 儲 農業儲 社會儲 這樣就對了 這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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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官最大的可以做到什麼 副處長 為什麼他只能做到副處長 因為身為一個縣長 我要安排我的人去做委 我的人就是政務官團隊 所以一個鄉有他的政務官團隊 一個官也有政務官團隊 有可能這個鄉的政務官團隊 是由這個官的政務官團隊排下來 說這個官要有更高的 有中央 中央級的 譬如說現在台灣的當局就是川普 川普的政務官團隊有很多人 他們就有些是他們算 譬如說他們現在算去算到了 但是你一個官的 政務官有可能人沒那麼多 有可能由中央把中央救人 救下來 借掉 所以後面你們各位政府官 後面都會一樣 都會去做到這裡的工作 所以有時候會掉來掉去 都是借掉 政務官 所以你今天要做政務官 政府官我剛才有說過 我說什麼 你記得如果是政務官 才有做什麼 責任官 你有權威 政務官你有權威 有權威 有責任 你有權威 有權威就有義務 所以政府官的義務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的責任 把你的政務官做好 現在來 既然你是在政務官 你要怎麼把政務處理得很好 圓榮 要怎麼樣 你就是要好好的來帶領你的事務官 一起來工作 當然你的政務官 你有可能 在任務上的需要 有可能有你的團隊的成員 我剛才有說 你如果是鄉長 這樣來說 你如果鄉長 你有你的這個 政務官成員是什麼 就是那個 鄉 鄉是鄉 不是鄉 鄉是鄉 農業鄉 社會鄉 這些鄉 都是政務官 你知道嗎 這個 事務官一般 最多只能做到副課長 這樣而已 真正的課長 為什麼都要政府官 因為你是鄉長 你有你的團隊 團隊當然怎麼樣 我當然派我的人去做委 要幫我把工作做得好 你去做委 你就是權威 津貼來說就是這樣 各位了解 政府跟事務官的差別 來往下看 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政府官 你的定位 要清楚對不對 來看 政府官大漢每天要做一些事情 你今天要做官 你每天要去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 閱讀中央官網的資訊 公佈的資訊 就是你如果做政府官 你可能每天要看一下 上面中央的公告 中央嘛 公告是什麼你要了解 這個公告都要 因為我們有官網 我們可以到官網裡面去查 再來 第二項 檢視州辦個人的職務平台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目前台灣民政府 我們目前還沒有正式執政 我們現在叫做影子政府 那麼影子政府你是在哪一個平台 我們有很多平台 譬如一個州 一個州裡面 有什麼平台 譬如說州有州執政團隊 州執政團隊 這是一個平台 譬如說州還有什麼內閣成員 一個州有很多庭 這裡都是屬於內閣的庭園 那是另外一個平台 譬如說一個州裡面有沒有議員 有眾議員 一個州裡面有沒有參議員 這個議員又有一個平台 再來 一個州裡面有軍 譬如說我是在台中州 我們台中州有七個軍 七個軍 他們都是一個軍內閣 內閣 他們就是一個平台 所以平台對你個人來講 你的職務平台很重要 每一天我們的資訊 除了你看官網以外 你要看看個人的平台 有什麼樣的任務 都會在平台裡面顯現 中間來 現在的時代 大家去手機都去那種關係 坐下來第一個就畫 那如果社會人一般都一畫就是什麼 聊天 一畫就是什麼 打電動 那在台灣民政府政府官 一畫都畫什麼 畫平台 為什麼平台每天都有很多的資訊 我們可以了解 食物平台 再來 你要閱讀相關的媒體 每一天都要了解證物 一個國家都有他的國家的證物 你譬如說在美國的政府官 他們每天一看就怎麼樣 先看看中央 他們的國務院有什麼樣的公告 對不對 那看看地方 有什麼樣的證物公告 都是這樣 政府官就閱讀證物相關的媒體 或者說公告 那麼尤其在台灣民政府也還很奇怪 我跟大家說 大約 差不多三四五年前 那時候 我們剛開始在建制平台的時候 我們的團隊裡面 差不多 頂多是10%會用LINE而已 因為我們會靠一些年紀 跟10%的人要用LINE而已 大多數的那個時候都開始在學習 你要知道現在 有幾%的人會用LINE嗎 99% 幾乎大家都會用LINE 而且會看很多的社會國際的媒體 很多的有關政務方面的媒體 都會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好 政府官每天要做的這些事情 再來 當然還有 譬如說我們要去注意 這個平台或中央公布 我們要來上課 譬如說我們下個禮拜 是所有訓所 要來這邊做聯訓 聯合訓練 那麼人又會很多 那麼在下一個禮拜 就所謂的議員要來集訓 這人多少 我們這邊到時候坐不下 要差不多兩間大 兩間大 所以要分配有的到咖啡室 有可能要到五樓那邊去 因為人很多 所以要去注意每一天 中央什麼公告 做平台有什麼公告 你才知道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 基本上是 來 再來 我們是台灣民政務的政務官 那你一定要怎麼樣 要跟官網不斷接觸 我記得我 在2013年開始接觸台灣民政務 2013年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年初 2013年的年初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 我現在在辦台灣民政務的行政 你知道我第一句話跟他說什麼嗎 第一句話 錢壞賺你不要亂開 那是我過去 可是我們人要有良心 良心會幫助我們個人 因為我想 可是我不能這樣 跟人家說這個話 如果海人聽我這句話 就要放棄 如果這個真的是一個好的 重要的團體 這樣我是不是 海人就要放棄 說不對啊 所以我良心就告訴自己 嗯 那這樣好了啦 你既然說是政府嘛 他說台灣民政務 我沒有了解 你既然是政府 第一個網路一定看得到 既然是政府的部門嘛 一定看得到 所以我就 我說這樣 我幫你找網看看 這樣啦 結果我一上網一看 不得了了 怎麼是這樣子 看起來台灣民政府要執政了 為什麼 為什麼要執政 因為 那個時候台灣民政府 都要去美國 怎麼樣 去開會 去開會 而且美國的政府 他是邀請很多很多的官員 那個時候 其中有一個四大家族 也來開會 美國的四大家族 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就比較深的政敵了 我大約描述一下 四大家族 就是 他們美國 是不是叫美國帝國 事實上他們的原本 他是帝國 等同是帝國 所以以前的 中共都也 美國叫美帝 有沒有 他們就是帝國 你們去那裡 你們去那個紐約有沒有 你看他們的建築 都是帝國式的建築 你叫那個紐約 不知道 華盛頓 DC 都是那種 帝國式的建築 你要知道 美國的四大家族 原始在美國 他們非常重要的企業 等同他們是代表了美國 但是為了他們美國 為了走民主化 所以開始 不如什麼政黨化 不如什麼選舉 但是這四大家族 還是美國最重要企業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被邀請到美國 開記者會的時候 美國的政府 把最重要的企業 四大家族 又邀請來 來跟我們開會 為什麼要邀請來跟我們開會 因為台灣的地位 會有變化 等同台灣是美國 在管理的一塊土地 四大家族就是為什麼 他們都是企業 所以 台灣的整個企業 跟他們有沒有關聯 有關聯 所以也邀請他們來 那是 2013年那時候 所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變化 這段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 沒辦法預講 我等 說2013年有什麼 不一樣 第一個我上網 我就看到這個網路 那2013年你知道 我剛才沒有介紹自己 人家稱我 這麼卡威王室 因為我是很心裡 結果呢 我現在同樣在那一年 我在2013年的事業的時候 開始來這邊 上初級班高級班 跟大家一樣 但是我在2013年的事業 經過半年後 經過半年後 我竟然去參加我們的 咖威的烘焙比賽 我得到最高獎 叫做特等獎 這點特等獎 它叫金字招牌 為什麼 因為 很不容易 每一年的比賽裡面 只有一個人 可以拿到特等獎 每一年都來參加 沒有人沒有很多 不用很多 每一年參加 都有20、30的衣裳 這20、30的 我告訴你 都是各種好手 一般人都不會來參加 為什麼 有各種好手 因為他們全台灣 對腦比賽 他們就去比賽 為了是什麼 要拿到特等獎 所以來一走不散 來的港府都很好 我就可能運氣比較好 就讓我得到特等獎 所以那個叫金字招牌 我告訴你 2013年我接觸台灣民政府 我看官網 這個快要執政了 連美國重要的 人人都邀請過來跟我們開會 那再來呢 問題我的是金字招牌 我要選對一行 你們選對一行 我告訴你 我今天還有 我這邊剛好今天 我有這邊煮咖啡 我自己的咖啡 我自己很喜歡喝 非常的好喝 你知道嗎 我就說這個 還有一個咖啡精 又出來 好的咖啡 你不用加糖 不要加奶精 如果你到這間咖啡廳 如果他有婦女堂 婦女咖啡 表示他咖啡苦苦的 咖啡濕 所以咖啡給你 加奶精 好的咖啡不用 它本身甜度就很高 很滑順 一點色都沒有 而且香味十足 我告訴你 所以我一個金字招牌 跟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我那個人知道怎麼 人都在說 這個禁止 不好玩 還是我咖啡做好 比較要緊 結果呢 我就怎麼樣 就是 盡量希望往咖啡的路上走 但是腦子響的 都是台灣民政府 不知道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被整個 我現在可以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時間 都是在台灣民政府 現在百分之零點一是在幹什麼 我剩一個重要工作 叫做咖啡烘焙 因為那個東西 我不可能交給任何人幫我烘焙 那是技術的地方 所以我都一定要自己行動 所以我的時間 現在大約都交給我的工作 但是咖啡烘焙這種東西 一定我自己來 所以我在這裡說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我昨天才烘焙 我這樣 你們烘焙一次要烘焙很多 所以都會佔我一點點時間 但是對我來講 我的時間就很少了 剛好這個機會讓你們了解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就看到台灣民政府的 資訊內容 我們現在的政府官 我們幾乎怎麼樣 每天最好能夠上網 看一下我們的官網 那麼這個官網 你看這個東西 比如說認識台灣民政府 如果加入台灣民政府 還有我們的活動news 我們的訊息 那你也可以點這裡 點這裡跳出來 就是我們有很多項目 你想要了解什麼項目 譬如哪一個州在辦什麼活動 這點出來這邊都會跳出來 我可能這邊沒有秀出來 沒有秀出來 我剛剛講到的是 我們要看看 我們的官網在鋪什麼 這些都在官網可以看得到 那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現在不在 我沒辦法放 這個就是我們在 七個禁的擴大華理宣傳 台中中延禁 那這個地方 這個你會嗎 這個你不會 因為這個不是iPhone 他用的是iPhone電腦 我知道 這個你不要點 因為我怕你不會 你把它弄亂掉 沒關係 我們往下看 等一下他有來 我們再放給大家看 這就是台中州 台中州 有七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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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個郡在辦理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錄影 這個是媒體 我們就給他公告 公布在我們的官網 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樣 來往下看 好 這就是我們在辦理的 我們都有什麼樣 我們都有在 這叫做企劃 企劃 南投進 2018年辦理 台灣國際地位 擴大華理宣傳 這個是我們的主管 你們都有幫我們簽 簽記在這裡 企劃 因為這是政務官 政府官要辦什麼活動 就是要往上報告 報告 然後上面 有准許的 我們才在辦理 這樣啦 OK 好 台中說 我們要閱讀有關 政務的媒體 那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我們現在說 ROC叫中華民國 但是他的名字 又叫中華民國台灣 為什麼 我們就搞不清楚 所以秋垂政他講 我們用中華民國台灣 來代表一個國家 這是團結的底線 為什麼團結的底線 因為有統派的 有獨派的 那麼 統派的叫什麼 中華民國 獨派的叫什麼 台灣 所以乾脆把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叫團結的底線 就是說 獨派的多少能夠接受 統派可以接受 這樣意思 所以我們做政務官 有沒有懂得他在講什麼 講什麼 他叫南偉質疑 新的國號 小偉會說 口語用法 這句話都沒有人 你就用國家的國家的名字 你說美國叫什麼 叫美國 德國叫什麼 叫德國 清除 在台灣叫什麼國 叫中華民國台灣 重點來了 中華民國台灣 也不對啊 因為沒有身份啊 所以我們台灣人都不沙沙 我相信都不沙沙 來 他剛才這個部分 這個字體比較小 我就把它截圖下來 來看這個 大家了解一下 所謂團結底線 為什麼呢 他這裡有什麼 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中 這個二度 兩次提起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國家人 叫什麼 國民黨的立委 這叫江啟淳 他昨天在立法院執行的時候 追問喔 因為什麼 蔡英文有說 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江啟淳就給我們追問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是否為新的國號 以前叫中華民國 現在叫中華民國台灣 一直追問 是不是新的國號 喬委會的委員長 吳欣欣 他就答應了 表示口語上 就是說 我們就叫名 叫名叫中華民國台灣 這應該就是怎麼說 我們以前小子我們有名 我們的別母 可能不叫名給你叫 都叫入名對不對 入名可不可以代表你的身份 不可以 一定要法律上同意的才可以 這樣從這裡看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台灣 絕對不是法律上的名字 我們要講國家 一定要法律上允許的才可以 所以這一次 聽到嗎 是不是上隔夜還是上三隔夜 有沒有說 為了要去參加2020年的冬季奧運 日本的冬季奧運 叫東奧 結果呢 他現在呢 就是怎麼樣 要來想辦法來欺騙台灣人 怎麼欺騙呢 要不然呢 我們要去東京奧運 以後叫做台灣代表團 結果他就去申請了 東奧委員會是怎麼樣 拒絕 為什麼拒絕 你用台灣 台灣是你的國家嗎 是嗎 當然不是啊 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也不是啊 通通不是你為什麼用台灣 當然不容許對不對 我還要跟你說 不然你可以用中華民國去申請嗎 去東奧申請嗎 會過嗎 不會過 為什麼 中華民國你也不是國家 那現在是台灣人看不到 他當作國家對不對 但是在國際事實上很清楚 你都不是國家 你沒有身份啊 你沒有身份 你今天要來我東京奧運來申請 用中華民國來做你的國名 我東奧的奧運委員會要怎麼樣 拒絕啊 所有的都不會過 但是要用哪一項 要用哪一項 為什麼要用中華台北 為什麼 中華民國也不行 用台灣也不行 用中華民國台灣也都不可以 為什麼中華台北可以 他的正式名稱 就是他在台灣 這個歐西 他的正式名稱叫做中華台北 那是叫簡稱 他的完全名稱叫做 中國 他叫中華嘛 就是 中國人流亡在台灣的台北的集團 叫做中華台北 這樣就是正式的名稱 所以准許他用中華台北的意思 了解 這邊是不是選舉有的公投 公投 公投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有提到說 他們要去向東京奧運申請 申請什麼 要用台灣嘛 這就是公投 文章我沒看 因為我們沒去到 我沒看 他要用去申請 這邊公投通過 假設公投通過說好 東京奧運要用台灣 要改台灣 通過了 這個時候 奧運委員會怎麼辦 你通過了 但是違反我的法令 那怎麼辦呢 我就把你取消 所以當時他們的東奧委員會 他們就講了 如果你台灣通過 用台灣為名字的話 我就 東奧委員會就把你的 所謂中華台北就給你取消 不准你來參加 這就是有關 為什麼 這個也不對 這個也不對 也原因 因為都不是正常的身份嘛 結果的時候 他現在過來就是這樣 柯宇撒是用中華民國台灣 對不對 官方的詩篇文字就是 什麼 現在他在哪裡 怎麼寫不用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括號台灣 這樣 所以說起來 都是一種 都是一種 詐騙手法 是叫用嚴謹的手法 江啟臣又質疑 台灣前後都沒有加括號 意義差很多 國民的官方用語 這個國家的官方用語 到底是用哪個名字 結果那個有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僑委會這樣 有回答 他說 李登輝時代就用中華民國在台灣 還說這個 他還說政治 所以政治的事情 我們要了解很多 李登輝當年是不是 我們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時候怎麼說 年紀比較多 都知道 來 重點來 他說 我們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時候我們台灣也看不不 也聽不不 正確的名字 中華民國的人流亡在台灣 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簡稱叫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大家已經習慣了 就朗朗散口 這就是我 為了政治的部分 光只是一個名字 這麼複雜 簡單來說 要怎麼用很明確的一個字 一句話就能夠解決 要怎麼說 你有符合法律就對了 如果符合法律不要再改 越改越亂了 這是這個意思 來 這是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 中華民國台灣是現狀 也是團結 以後中華民國是現狀 也是團結 國人 你都不是國家 你是國人 你現在都不是國家 以及團結政黨的底線 應該共同捍衛 同時這也是 你一句國人意志的團結的基礎 就是 我們知道它不是正常的名字 但是我們用中華民國台灣 至少我們可以騙台灣人 讓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正確來告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就是 有關剛才那一篇 再來看看這個 你們知道嗎 這是台灣的街道 它的街道 台灣的街道什麼時候 整個街道都插這個 這叫日本 你知道嗎 這是大日本帝國的國旗 不是現在日本政府的國旗 大日本帝國 在12年的時候 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候呢 因為那個時候 在大日本帝國他們 也有一個節入 叫做10月 那是10月10日 他們也有這個 資料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在這裡 有嗎 1901年 不好意思 不是1901 中華民國不敢跟你 所有的國慶的歷史 有關他的歷史 來講1901年 11月 也就是在107年前 10月10日 107年前的10月10日 台灣再過明治最後一個秋天 迎接大政元年的到來 當時的台灣的年號是明治 45年了 這就是過去的歷史 所以那時候 在台灣有慶祝10月10日 就是日本 日本時代 1901年的10月10日 台灣當時的家家戶都懸掛 日本國旗 不是現在中國國民黨的黨籍 如今我們台灣 但卻把當時海外的暴動的武昌起義 還能當成我們的國慶日 這個就是歷史的事實 再來 看看政治 我們看一下 這是媒體 這個部分 這次有一個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中美貿易戰已經邁臨到其他領域 美國川普 這個 在其中 終於選舉前 展開了全面對抗中共的態勢 這就是 在10月5日的時候 那時候 有港媒稱川普 似乎正在為 對華新冷戰 拼入最後一張拼圖 相信很快對中共做出新一輪的開火 其中五大信 所以 那時候你看 如果我們看得懂的話 那就 知道美國 知道川普 我們就可以看到今天 你看看 川普正式 跟中國 在做打貿易戰 這是那個10月那時候的資訊 有時候我們看一個領導人 我們來瞭解他心裡想什麼 我們來看顏內容裡面 你看美國 這個總統川普 他在聯絡國大會 他在那裡發表的時候 他譴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給人們帶來苦難 並呼籲各國進行抵制 我告訴你 一個領導總統 他用這樣的來做他的演講 表示他的內心裡面很清楚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給人民帶來太多苦難 現在看 所有這些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他們目前給他們的人民都是一種苦難 到目前為止 來看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在解讀一篇文章 那時候看到川普這樣講 我們就能夠確定 川普他正是要怎麼樣 他的責任 我告訴大家 政府官的責任 他要帶領美國真正的對抗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我們來看看他的心 在想什麼 政府官 再來 在這個 也一樣 在4月5號的時候 川普說幾句話的時候 這個人就對他出來說 所以他是川普的負官 所以有一些話呢 川普不一定會講 但是透過負官來講 前面這日 中共美國副總統 彭斯講話的全文 美國副總統 在10月4日披露 中共 所以10月5號的時候 川普就在 然後再要演講 中共的惡意影響活動 主著中共干涉美國內政 並對於發出實言不惠的警告 這就是等同是怎麼樣開戰 語言上的開戰 不是武力上 他已經正式的 把這個議題拋出來就對了 來 再來 這也是一個重要議題 我們看到這個我們要去注意到 聯合國的國際法院 以美國違反 來看好 這也很重要 聯合國的國際法院 以美國違反 美伊友好條約 唯有下令美國取消 對伊朗的制裁 那麼華盛頓的反應很激烈 隨即撤銷這份實施的 63年的條約 美伊關係恐怕血上加霜 這就是國際事務 重要的事務 我們看到我們知道 有這個感覺 叫大家來看報紙 這個德國之聲 中文人說國際法庭 日前宣布 與錢票通過裁決 責令華政政必須取消 對伊朗的制裁 錯失蹤 涉及的藥品這些 那麼在今年的5月 退出伊朗和諧以後 這特朗普 川普在8月實施 第一輪的對伊制裁 第二輪一定10月實施 這讓我們看到什麼 我這邊讓你們看到 我們了解 我們做政務官 要偷看新聞 偷看報紙 當你看到這個聲音 就要注意到 川普 這個時候我就在研究川普 會了解川普的性格 絕對不會被聯合國 他的國際法院 對美國的下令 他會怕 既然川普他對這個都不怕 表示他有很堅強的決心 他一定要最 所謂的 所謂違反人類 這屬於罪惡行為 伊朗的這個部分 川普一定要處理 那麼可以綜合起來 可以看出川普的個性 他是公平正義 絕對遵守公平正義的 他不會被惡勢力怎麼樣 被影響 同樣可以在這個部分 就可以反思很多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川普會這樣做 因為在國際的國家 因為聯合國 聯合國都用什麼來做 都有會員 會員呢 無形中被人家收買 被誰收買 被中國 中國用什麼收買 因為中共的人民不一定有錢 但是他們的國家很有錢 他們的政府有錢 所以他用錢去收買一些其他國家 去影響其他國家 來變成支持中共的政策 支持中共政策 那我們都知道剛才川普講的 社會主義 他是對人類的一種苦難 那既然他是苦難 是一種違反道德的 那川普呢 他主張是公平正義 因為川普說他信賴上帝 上帝一定主張就是什麼 所謂的一個公平正義的原則 所以我們中央起來 知道川普 他是一個能夠頂天立地 追求正義的一個總統 所以我們對他非常有信賴 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你知道什麼看你們嗎 中美關係最重要的 台灣國際地位 川普有這麼樣的破例 川普有這樣的公平正義 我們知道台灣這70年以來 是受到不當的待遇 沒有公平正義 結果這個時候呢 川普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節骨眼上呢 他來擔任這個所謂的 這個美國的總統 美國總統等同是世界皇帝一樣 所以我相信他會積極的來處理台灣的 國際地位 讓台灣可以回到整個國際社會 享受一個公平正義的 一個國際的 一個政府 目前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寄望呢 就在川普這邊 所以我們對他 有特別的一個看法 我講這麼多 是政務官嘛 政務官你要不要學習判斷 你要不要去了解 就是這樣來 好不好 因為未來都是很重要的 好來 這個地方 這也說了很多 這就不用說太多了 什麼有點正好 結果他都不敢稱呼他 叫中華民國總統 竟然他在慶祝 來105年的國際大會 這是很奇怪 這也是媒體的一部分 剛剛我鋪在這裡 這邊有提到 你看這個是 應該是什麼 最多瀏覽的 你看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 因為社會上市上都會注意 這個就是 在今年5月的時候 他們的檢調 為了打壓台灣民政府 講到這個部分 我要特別讓你們了解一下 他們的整個策略 我們後來看起來 他們是希望怎麼樣 讓台灣民政府 會自動解散 把我們的領導人抓起來 看會不會自動解散 結果那個時候 我們有經過這樣的訓練 第一個政策是怎麼樣 我們在510 就511那一天 我們就開會 開會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議題就是怎麼樣 我們的幹部 大家集合起來開會 第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所有活動正常 所以我們的活動到今天 已經五六個月 都正常在運作 秘書長還在官司當中 但是我們的所有的 都正常在運作 那麼這個時候 包括很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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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務單位 他們的觀念都在改變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 我們這邊是台中州大甲郡 在上個禮拜天 12月9號 我們在辦遊行 你知道這一次大甲公首 主動幫我們貼出公告 說這一天有一個民間團體要在這邊辦活動 民眾可能要進入這邊不太方便 所以請民眾今天我們沒有開放 今天只開放給這個團體 他說這個團體是什麼團體 他說這個團體叫做台美 他們這個團體呢 他們的訴求 他們遊行的訴求 就是要訴求台美的五大目標 就是台灣跟美國的五大目標 所以你看看現在的單位呢 都開始幫我們做廣告 我們看到就是民眾 我們去注意這些部分 就對了 好 等一下呢 我們 來開始來講一下 我們 我們的台灣民眾 TCG 台灣西方 那麼跟國際接軌 因為剛才說看了民眾 現在再來我們知道台灣民眾 會執政 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跟國際接軌 有哪些事情 有哪些事 我們跟國際接軌 為什麼我們可以跟國際接軌 為什麼在台灣的 目前的 管理當局 他不能跟國際接軌 為什麼我們可以 為什麼我們跟國際接軌 就是國際承認我們 為什麼國際沒辦法承認 在台灣的ROC 為什麼 我們要了解 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謝謝 我們會先不要跟國際接軌 我們會有參考 我們可以的 為一個正 nell的 很快 我們會有很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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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过 感谢观看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提高售价 所以你如果去我的咖啡店 你要喝我的咖啡 不会熟 你要喝我的咖啡 为什么我要认为我的东西有价值 所以我要卖你高价 所以你去我那里喝一杯咖啡200花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我有那个价值 了解吗 这样子 我有那个价值 表示我要一点点利润 不要讲一点点 我要有一些 还有更多的利润 这样对我来讲 我的付存很有意义 所以我卖出去就叫做高价的精品 但是相对我可以获得很多的利润 那这样能够改善我的生活 这样意思你知道吗 所以以后我们要保障你 以后不要 我今天去吃一斤米 一碗35块 有得好吃 我告诉你你要觉得怎么样 要觉得惭愧 为什么 你拿那么少的钱 去买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个等于你再吃怎么样 要榨干人家的怎么样 也基层的劳力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帮助他 所以 所以你去我那里 我们的咖啡厅在山顶 我们旁边的农民在卖菜 我告诉各位 只要你在台湾民政府去那边 不可以给农民杀价 如果杀价的话 我就对你有意见 为什么 我们要让农民多赚点钱 你是不是可以多给他一些 我以前拿一间车都要多少 多多少就多多少 都要找 现在我就大约说他们都很辛苦 不用啦 多拿一点给他 不用找了 我跟孙伎都很欢迎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心 不要讲太多 往下看 这就是办官方杂志 重点来 我们跟国际接轨在哪里 看一下 基本集园里面 要知道 这个杂志是川普很重要的杂志 你看川普把这句话说在这里 等同川普在执行的政策 都放在这里面 结果呢 他的后面 他的后面一打开就是这样子 后面 重点在台湾 你看台湾 他都形容很多 比如说 十一大的 这个经济体 伊克兰米克 经济体在全世界 第十一大 专举200多个国家 我们是第十一名的 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很大 很大 但是你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多少 几乎排在后面 不对啊 这些钱去哪里了 政府不当地使用掉了 使用去哪里 好像一个海地 45亿最近的事情 40亿的本节就没起来 人家还命令他 你要把40亿送过来 要不然他怎么样 我就跟你断交 他现在为什么 因为他怕跟人家断交 因为他不是合法的政府 如果他是合法的政府 要不要怕人家跟你断交 不用怕嘛 因为他不是合法政府 如果他断交 他就没有身份了 这骗不过台湾人 你知道吗 所以 这第五大在亚洲 那重点就是这三个地方 他用红色的标示出来 第一个他说没有被承认 没有什么被承认 没有被联合国来承认 有人在那里 没有被联合国承认 这批证呢 没有被任何国家承认 我们现在批证人家没有承认 你要给他一张 你是来自于那个 假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因为你要来消费嘛 所以我让你进来 不是你的passport合法哦 是我知道你要来花钱嘛 所以我让你进来 不是因为合法才能进来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目前的passport 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那我们没有被承认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 到目前没有被世界承认嘛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加入任何国家 那么号称有17个国家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管理当局 他还有17个邦交国 要搞清楚 那个都是小小国家 经济率都很差 为什么17个因为不能减啊 蔡英文有说 我们现在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再少的话 怕会雪崩 连手效应 这些人当中大家不承认 他就要解散了 所以他为了维持他的生命 怎么办呢 用钱买 去买什么 买交情 不是买外交 买交情 拿谁的钱 来借这各位的钱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的钱都被冤枉了 被送到别人的口袋 所以第十世界上 第十一大经济体 然后你们所过的生活 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川普把台湾的状况 标示在刚才传来一本杂志里面 重点在这里 台湾西部下文 你知道吗 所以等同川普他也承认 在台湾有一个可以承认的政府 叫台湾民政府 但是这篇可能是ROC ROC可以看在这里吗 NO 为什么 如果今天一个杂民杂志看出来 这本杂志以后没有人会去看它 为什么 假的消息都在看了 不是国家 你就把它登出来的吗 所以登的一定要是合法的一个政府 台湾民政府 好 再来我们最近已经开始了 这个TACC就是台美商会 台美商会 你要知道这个TACC 台美商会现在很重要 我们在进行中 怎么进行呢 因为台美商会 就是台湾跟美国未来的贸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会 就是台湾的商品要出口 要出口的时候 都要经过 目前来讲都要经过台美商会的审核 美国那边的商品要进入台湾 也要台美商会的审核 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说 我们刚好去美国才回来 没有多少 才两三个礼拜 我们去回来的时候 我们去 台美商会 我们去参加开幕 开幕典礼 重点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是创始会员 创始会员 那么这次有很多美国的 所谓商业名人 政治名人来参加 都主动来跟我们的成员握手 他是非常感谢你们 来提供我们这么好的 一个这个会议 所以都来感谢我们 而且那些都世界 没有在美国都是名人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他叫Steeman 他是川普总统的御医 他是每个月都要跟川普 碰两三次 他主动邀请我们 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帮忙什么 我可以跟川普讲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是其中之一 我们台湾民政府 目前的资讯 已经能够跟川普连线了 不像现在的所谓的蔡英文 只跟他通一次 不必要的电话 他就和我大事报导 那我们是实际上呢 我们是跟所谓国务院那边 我们有连线了 那么台北商会就是我们是董事成员 董事成员 来 我再看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几月的时候 忘记了 我们去参加这个 这个世界网络论坛 世界网络论坛 这在欧洲听说这个是非常高级的 其他的小国家都没有要求 只要进去的都是重要的 网络论坛这个国家 你看他所有这个都是去参与的一些机构 里面其中一个这个 台湾民政府 因为我有拿到这张这个叫做流程表 会议的流程表 然后我们去参加的同学们来就送给我 我就把它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那这个这张是我拍炸的 那台湾民政府就在这里 跟国际接轨嘛 就是这些成员 这些成员我们去参加网络论坛 好 这个是我们的公关公司 这个是来自去参加会议里 在这个网络论坛非常重要的成员 然后你看这边除了这几个人是黄皮肤的 以及他都是怎么样 都是欧美人士 只有这几个是东方林孔的 那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而且安排我们坐在最前面一排 给我们特别的尊重 好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也被勘采在哪里呢 勘采在这个 所以你看哦 在全球在202050年的时候的一个 这个未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高峰会议 然后这本杂志叫什么呢 叫做外交信使 外交信使杂志 为什么台湾在看在这里 因为这本杂志是联合国所发行的 联合国所发行 联合国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文书方面的一个高峰会议 他们主办的 那么把台湾民政府的资料内容 勘采在这一本 这一本叫外交信使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一本 他一次印都要印多少本 他这个呢是寄到全球各个国家 只要全球的哪一个国家呢 他提到这本 他就知道这是联合国未来的目标 未来在205年的目标 他看到这外交信使杂志 这是很重要的杂志 那么看到他们都知道这是联合国的政策 联合国政策只要勘采在里面呢 都是联合国即将执行的政策 我们往下看 好 这边有提到 你看又是台湾西部官 就是刚才那一本里面 这边呢 他就是怎么样 这个叫恢复 恢复台湾的地位 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 你看 为了台湾 他就把他画这样一个图案 破碎了 他在这边描述台湾目前的状况 就刚才有讲到台湾的一些科技的能力非常好 那么台湾现在没有被全球来承认 就是台湾民政策 在刚才那一本里面都要勘采出来 让全球的领袖看到这个资讯 那么在里面其中有一页 两页 刚才那个一页了 这两页 这么一本小小的杂志 里面就勘采有三页有关台湾 台湾主要就讲到台湾民政策的部分 那么这边有描述有关台湾的 这都英文的部分 让我给他翻译一下 我翻译一下 去修正 这个是他标题 就是刚才这个标题 这标题了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 放在这里 去修正一个成年的错误 在一个破裂的世界中 恢复台湾的地位 那么这一位叫Bineer 为什么呢 是他来写的 他来写这篇文章 写这篇文章在标示 就是让全球领袖知道 台湾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赶快来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 赶快来恢复台湾应该有的国际地位 这就是对我们的国际结果 那么其中这一篇在哪里 让大家看一下 这篇 这篇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边他有写到 就把它放在这里 他说在台湾 不少于36家台湾公司制造新型苹果 他现在iPhone 8 现在已经iPhone 10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看采出来的时候 还是iPhone 8的时候 包括这些公司 这些全部来自一个 只有2500万元的岛国 就是这一篇 让全球的领袖知道 在台湾有个台湾民政府 那么跟国际接轨 他们都知道未来的台湾 那再来我们有这个部分 这是最近 最近就是我们的所谓日本天皇 他在这里面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到现在 已经连续有好几年了 七八年了 每一年在天皇的这首额 他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去跟他祝寿 我要讲这个部分 为什么 在皇宫里面 主能拿一种旗子 就是这个旗子 日本政府的旗子 不可以拿其他任务国家的旗子 为什么可以拿台湾民政府 就是这面旗子 为什么 你们知道你们的旗子吗 因为你们的声论 就等同跟日本的旗子一样 其他国家任务国旗都不能进入 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各位 最近我听也听得笑一笑 现在想起来就是有道理 过去我们刚才那个秘师长 他跟我们讲 在日本时代 日本人是我们的逆赏 因为他们来统治 来管理 让我们进入跟他们平等 有去他们的议会开会 等同台湾跟日本的 他们是同步的 那个时候他们是逆 他是我们的逆赏 因为他比我们早 那时候大日本帝国 对不对 现在换成我们是逆赏 他们要叫我们逆赏 为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天龙就放弃怎么样 放弃所谓台湾的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重点是怎么样 现在的日本政府 它是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在日本那个地方 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大日本帝国 一个叫日本政府 那么日本政府是天皇同意 你在我的领土上 成立一个自治政府 所以现在日本等同 是一个自治政府 那问题说 既然他们是 已经用一部新的宪法 他们是等同一个新的国家 重点来了 拿着这个旗词的台湾民政府 就不是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在当年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他只是暂时放弃 但是我们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府 我们还没有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然后日本人现在变成日本天皇的国民 国民身份低等 我们是公民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公民 但是他一直是日本天皇 虽然我们叫成民 但是日本人他们现在是国民 国民是次一等 叫立共在全球里面 国民是不用参加选举的 国民也没有资格参加选举 那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可以参加选举 因为为了骗我们 让我们结论我们是跟他一样的 我告诉你 在全球的主权国家 国民就是等同你去美国拿绿卡 拿绿卡可以参加选举吗 当然不行 一样的你今天国民等同是拿绿卡 那可以参加选举吗 在台湾可以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要骗你们 知道了解吗 那我们到日本天皇这边 我们叫成民 是日本天皇的公民 所以今天我们秘书长也有讲 这一次我们 12月21号 那边跟日本行 然后他说这次可能会比较特别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日本天皇 祝寿七八年了 他说七八年了 因为他都从来不能对我们讲话 为什么 因为他跟美国 既然会比较特别 只有他跟美国有没有任何的协议 我们不知道 换句话说 日本天皇不能公开的场合 当场来跟人生人 你们是我的成民 不可以 所以他只能用眼睛看着我们这些成民 去跟他祝寿 他内心有没有清楚 很清楚 但是内心在滴什么 滴眼泪 不要滴血 难听 所以我都说 我们每一次去跟日本天皇祝寿 我们再回来 我相信他会靠三个三个 看着自己的死亡 回来把你扔了 你免得知道 他们是你的死亡 但是我不能跟他相遇 有通话吗 所以我说他靠三个三个 刚好而已 所以这次他是要退位 退位可能他会对我们 有特别的一个礼貌 今天日本人就很注重礼貌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 等回来就知道了 OK 今天刚刚有提到 好 川普的亚洲省 这个时候呢 他有讲到 他说他这次亚洲省 这是去年的 所以 所以他有一个亚洲省 川普第一次就绕一下亚洲 第一次嘛 然后他说他这次在亚洲省里面 要包含怎么样 包含有关台湾的一个政策议题 这个议题 所以等同 川普这次他有到日本 有到韩国 有到中国 有到越南 有到菲律宾 他们是一定去告诉他 我将来要怎么样处理台湾的问题 结果他们都没有声音 我只能这样讲 来 你看 这个是 在他那个那一本 就是刚才 《亚洲省里面》杂志 可是我说到这里 我要跟你说 《亚洲省里面》杂志 是川普很重要的杂志 他会把台湾民政府看在那边 就是他准备执行的 为什么我讲到这边 我顺便提一下耶路撒冷 你知道吗 耶路撒冷在几个月前 川普承认 他是 川普承认 他是以色列的首都 耶路撒冷 重点来 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首都 是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几年了 通过超过十年以上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总统上任敢说 敢说 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结果呢 川普去一趟 去枯枪 回去不到两个月 就公开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所以他现在把台湾这么重要的议题 写在他的杂志上面 会不会处理 会啦 但是有时候时间不能说快或者慢 因为很多的处理的程序 要时间 要作业 他这边有想到 必须把台湾列入他的政策议程 这我不是真的在讲一讲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的关系到那个部分 这边有提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 旧经济货币第23条也有讲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这是我把它翻译过来 这是刚才那个尼尔他的翻译的 然后他就把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就把它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跑不掉的 那既然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今天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你美国要负责任 台湾人民的生活 台湾人民的安全也是你美国要负责任 那你了解 因为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一谈到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占领全国 那么主权国家 我们看一下联合国跟主权国家 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ROC 它是主权国家吗 当然不是 我们从现在很多资料来看 但是在全世界 我先告诉各位 你在全世界找不到 有任何的国家承认ROC 只有那17个 那个叫做外交利益的 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承认ROC 这一次我告诉各位 我们这次去美国行 去美国 那我们当然会跟他提到 我们现在我们希望赶快执政 然后美国那边希望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要不断的把ROC拿出来 因为这是我之前的资料 阿玛家里面说 你们不要再谈ROC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里面找不到ROC 他们的政策里面没有ROC 那为什么你台湾民族一直谈 所以不用谈 这个意思 让大家了解 所以他根本不是主权国家 联合国里面把主权国家的定义战 你可以交易联合吗 阿玛家里面要如何 你要是一个由主权国家 造成的国家造成的 所以你要交易联合国 第一个你的身份就是要主权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说ROC不是主权国家 所以ROC能不能进入联合国 当然不行 那为什么他每年要申请入联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不叫申请了 就变成怎么样 有点叫抗议 在抗议说 我们台湾我们想要入联 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因为过去都是欺骗嘛 那现在已经骗不下去了 骗不下去 所以就变成一种抗议 简单来说 理论是主权国家才可以加入 那么过去为什么每年申请 难道千岁被人听说台大法律是第一名的呢 难道他不了解吗 你既然没有身份你怎么可能入联 他很清楚对不对 但为什么还是要申请 为什么 欺骗嘛 欺骗台湾的人 让你们台湾的人怎么样 以为我们都有在努力 那个是我们远大的目标 今年没有完成 可能有一年完成 我告诉各位 永远不可能 你用中华民国决力永远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身份 你是坑坑的 所以 没有身份决力不可能 因为教练国之外 当然对这些都有直接的影响 好来看一下 那么既然讲到联合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它很重要 事实上呢 今天的这个美国 我们把它叫做股份有限公司好不好 股份嘛 那谁是大股东 最大股东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它占多少 22% 联合国一年的开销里面 美国要出去1% 所以川普他是公平争议 他这个也过去 装不对啊 我美国付出这么多 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是被人家操弄了 被人家用钱去收买 收买所谓的国家 这个所谓的建交嘛 是这类的 那美国他 现在川普认为这种不对的 所以他开始怎么样 对联合国开始有很多地方 开始财政不配合 譬如说 这个什么地球的什么气象 有没有 他开始不配有很多地方 来看一下 那么最重要的就在这里 你看日本占9.68% 加上22%等于30几% 几乎是怎么样 重要的地方 在中国 中国他是单独嘛 德化英 巴西我不知道 意大利 加拿大 这些都是偏向在美国 所以整个联合国来讲 如果他不是用钱去收买那些小小的国家 今天他能够在联合国有这么大力量吗 没有 所以 如果你是用钱 用利益 去吸引其他小国家 那就叫做不公平 所以川普开始反弹 意思在这 好 这个 就是参加联合国的 的国家 好 那你看 台湾有说到他们在申请加入联合国 有没有 等一下 听到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 但是要接下去 是 旧金山湾区的桥团 所以国民要觉醒 台湾桥团 台湾入联 这个部分 这个都是 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假象而已 台湾人看到的时候 会真的 看到这个会怎么讲 你看我们又去 重新要申请进入联合国 台湾那边你会这样想 那么事实上呢 他这个时候只是 呼吁要觉醒 呼吁要觉醒 什么觉醒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诉求 但是这个是媒体 媒体写的 就是 台湾加 北加州 南台湾同乡会 那么讲到这地方 我要讲一个地方 发帕 发帕知道吗 知道的去手 发帕 一个 两三个而已 还是这些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看看 我们都有点联系 对不对 那弄相当 才是有智慧 为什么 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 我们看的太多了 发帕是什么东西 发帕在过去 它是要追求台湾独立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后来就被怎么样 被 其他不应该进入的 用很多方式 进入变成会员 变成会员很简单 有些用钱可以买得到 对 有些用关系就可以进来 结果呢 它很多的方向相反的进来之后呢 就把你整个发帕的方向 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发帕搞了几十年了 有作用吗 没有 台湾人拿那么多钱去哪里了 口袋里面的 你知道吗 所以 现在已经不能再去支持他了 他们不是为台湾的地位了 因为他们的 很多人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的口袋 来 就这样子 看一下 这也是同样的时候 其中有这位 我就看着他很丢烈 这个就是以前的国王部长 叫做李明宪 你知道吗 李明宪的国王部长 他现在当ROC的打手 然后假装去联合国 台湾加入联合国 讲的什么 结果他清不清楚 台湾根本不可能加入联合国 很清楚 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美国同意 日本天皇同意 就可以 我的土地让你们使用 美国占领权的部分 好啦我同意你们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加入联合国 如果没有主权 重要的主权国家 跟土地相关的国家 他们同意你能不能进入 不行 好 台湾民政府 在美国同意 在日本天皇同意之下 我们可以加入 那请问你 美国同意ROC加入 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因为ROC没有身份 他的身份是假的 他不行 台湾民政府才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国序 台湾 欧西 这个所谓讲到这部分 顺便提一下 国际法 又称万国公法 重点台湾也说到 也是要主权国家 讲到国际法 就要主权国家 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 我们在国际法的加持下 什么叫加持下 在美国的保护下 如果今天没有美国保护 我们能不能进入 不能 美国如果反对 我们就不能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要遵守美国 因为美国在台湾 是用军事政府管理台湾 所以我们要服从 但是美国 我们服从他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世界重要的主权国家 依照国际法来看管台 来看待台湾 来处理台湾 国际法有规定 规定什么 规定什么 等一下会看得到 简单来讲 就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所以台湾是美国占领 可不可以移转主权 不可以 移转主权就是变成美国的国内领土 那变成美国国内领土 有人在讲 那台湾可以变成美国 第五十一周 有没有这样讲 美国同意吗 不可能同意 他们的司法 立法都绝对不可能同意 为什么 因为国际法很清楚 台湾是你的占领土地 你不可以变更主权 变成你的领土 所以台湾绝对不可能 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周 道理在这里 他们要重返年国 也不可能 因为他没有身份 国际法 刚才也讲到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流亡不得移转主权 这就是目前台湾的现状 目前台湾的现状 所以台湾民政策要站起来 做诉求怎么样 国际法里面所谈的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流亡不得移转主权 那现在台湾 在台湾的管理当局就是流亡 那么管理台湾真正有管辖权 当然就是美国 这个说我们台湾民政策的诉求 我们透过扣美案 结果美国呢 很奇怪 我们要告美国到他的家里面去告他 去他们家够告 对不对 为什么他要让你进去 因为他要帮助你 如果我美国不想帮助你 你人要进来 我都不让你进来 我们的秘司长在林住生 我所有的成员 他一查你去台湾民政策 不许进来 你能告吗 你没办法告 在全球里面没有人 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帮我们这个忙 因为我们没有主权 你即使国际法庭 也是要根据你是有主权的国家 我国际法庭才来帮你来做裁决 如果你不是主权的一个政府 或者国家 我国际法庭我没有资格 来处理 这是我们台湾人目前的 艱苦的地方 所以未来如果台湾民政府 能够协助到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的话 这是我们所有台湾人 真的要懂的什么叫感恩 如果没有我们这么辛苦 来打拼 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 绝对不可能 那既然不可能的话 就是永远当农才 因为你们拿的护照 是假的护照 然后他是真的管理 那部分另外讲 来看一下 好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和平条A 这要让你们了解就是说 政府官你很清楚 来这个和平条A有没有效 叫做和平条A 因为有48个国家跟日本签约 这叫两兆 你要走法律途径的话要不要两兆 如果你单一个女奖 有没有用 没有 一定要两兆 看一下什么叫单一个方向 开路线 开路线 开路线是怎么样 他们自己开会的时候 就说 以后呢 这个战争结束 我们打赢战的时候呢 那么就把台湾归给你中 那个时候叫中华民国 就归给你中华民国 然后呢 他在 在他们那个 那个开路线里面就 就提到 就说 这个日本呢 偷自中国的 这个台湾的土地 归还给你中国 他说偷的 用偷的 领土怎么偷 就是在 取笑那个时候的蒋介石 用这样的语言 国际法上哪有用偷的 怎么用偷的 所以 这个是单向 开路线原日本天皇 有没有同意 当然没有同意 所以叫做单向 这是无效的 这最好给你了解 OK 好 我们刚才有说 你自己的主角国家 你尽不说你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来请问你的固定居民 什么叫固定居民 原来就住在这块土地上了 结果他的居民是怎么样 他是流亡来的 他不是固定居民 固定居民就是 本土台湾人家固定居民 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固定居民 没有 他没有固定居民 好 这些的领土就是 你的领土要清清楚楚 再来 有效的政府就是 你的政府可以自我独立 自我管理 不用听人家的指挥 所以 现在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有效政府 在台湾的ROC当局 ROC当局 上面的老板就是美国 美国叫他往东 他绝对不敢往西 所以ROC绝对不是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我能够独立自主 才叫有效政府 那么外交能力 他现在要跟哪个国家建交 都要美国同意 如果没有美国同意的话 他绝对不可以 所以他没有这些权利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尤其在台湾 台湾看跟ROC的关系 这让你们大家了解一下 他的整个历史 整个过程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就是中国台湾当局 那么来看一下 过去有没有中华民国 有什么时候 1912年到1949年 现在中共在中国 在南京那边 就有刻一个他的生存的年略 就是1912到1949 这是中共刻的 然后呢 那么有没有中华民国在台湾 因为我说这都有历史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什么人说的 谁说的 李定輝 李定輝说的 但是我这些 听好了 195年到1979年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生存是 1950到1979 这个时候他才叫做中华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这个上市 这个上市 那个时候是 重点来 李定輝做做东西 几年 191年的时候 1988 这到1979 结果他到1988 他说我们的名字 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在台湾 可见他是怎么样 在骗台湾人嘛 因为那时候是在这 那时候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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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人要说 这样我们呢 熬心呢 我们是中国台湾当局 如果他这样讲 就有良心 他就讲 只要讲的是对 就没有欺骗 但是他不可能这样讲 他用这样来讲 他就讲 有中华民国 这个意思 来 各位来看这 中国留完 现在叫难民当局 为什么 可以告诉我吗 为什么叫难民当局 来看这 1979年之后就变成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完全没有承认有一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在管理台湾 之后呢 就没有中国台湾当局 因为这是 这是最近两三年那个海亚法庭他判的 他叫中国台湾当局 但是在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要讲的 从2009开始到2017呢 就是中国难民当局 为什么 因为2008年的21号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 台湾的合法政府正式成立 所以自然当然就没有所谓的 他当局的 他从这一天开始呢 叫做什么样 叫做单位 他们就有一个单位了 从1980到现在到2008 他们是一个中国台湾的一个单位 是美国所授权 暂时看管台湾的一个单位 Unity 那这边是因为 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 从2008年到2009年到现在呢 他叫中国难民当局 ROC Refugees 就是难民 of China Refugees R开头 叫ROC 叫做难民中国 难民中国 在叫 流氓难民当局 OK 好 台湾民政府的台湾 看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民政府 在台湾的地位 所以这一张 这个 这个棋子呢 是2007年 美国他很厉害喔 他那个时候法院上 他们已经大概做成决议了 他们只能这样判 判我们台湾民政府呢 是台湾的一个 所成立的 依照国际法成立的政府 所以他在2007年 2008年成立台湾民政府 2007年就派人 把这个台湾民政委 旗子呢 就送到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边来了 好 最重要的是这个 6340 这张为什么会有这张出现 我记得他们都一步一步在做 这个是在2016年 今年是2018 今年2017 2016年的4月 这边有写 3月15号 是那一天公布的 但是那天公布 有没有马上公布 没有 他等到哪一天正式公布 4月28 为什么要点4月28 因为那一天是 旧金山和平调威生效日 他那天把他公布秀出来 秀出来 但我看到这张呢 他这张就是 美国法务部 听得好 这不是国务院的 法务部他用法律的角度 证明台湾民政府 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合法政府 是在美国的 占领土地的台湾 美国的司法 承认台湾民政府 是在美国的占领土地上 成立的政府 所以美国的国务院 对台湾民政府也尊重 因为我们是依法成立 依法成立 所以这张在4月的时候 贴出来的时候 我说哇 事情大条 下半年度 应该很热闹 所以这张贴出来 不到一个月就是这个 我们就被勘采在G7 G7 接着我们也被勘采在G20 但是那时候刚刚还不够成熟 所以G20那一年是在杭州举行 在杭州举行 可能在台湾的当局 就跟那边不知道怎么联络 不知道 就怎么样 把那个怎么样 没收 截走 他们重新印 就把台湾民政府的部分 全部拿掉 在中国重新印 他们自己花钱来印 所以那一年我们只有G7有勘采 G20就看不到 那我们的今天早上 我今天没有拿到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拿到了 这一期的G20 G20 里面勘采台湾民政府 看了三四月 三四月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整个国际都是勘采台湾民政府 我们都跟国际接轨了 只有台湾人不知道 只有台湾人不知道 这个就是那一张勘采在里面的 来 这个宜克达民杂志 这是2016年 有没有 2016年嘛 9月的时候呢 他勘采把台湾 台湾的现况勘采 你看又是台湾民政府 来 那就是 昨天那时候 五月 再来搞的就是这样 他不断的帮我们推向国际就对了 D7 这在隔年的 D7 R20 现在后来就是有勘采了 像今天拿到的R20都有 好 我们跟国际接轨里面还有重要就是这位空伟 空伟 他很重要 他对台湾民众的帮助就很大 他是川普身边的红人 来我现在要稍微速度快点把他讲完 那这位叫Roletta Roletta就是美国众议员 众议长的夫人 那么刚好在酒会 刚好有机会跟他拍个照了 好 那这一张是我进入联合国 我的名字吴宇木 对不对 吴宇木嘛 我们进入联合国纽约 纽约的联合国 我们进入说我们的通行证 这是他拍片 那这个是刚才那个 外交信使杂志的主编 他跟我们夫人拍照 OK 好 我们去参加联合国高峰会 高峰会 这就是我们的部长 这是我们的夫人 我就坐在夫人的后面 因为我亲自参与 所以这个就是我 然后我们又主办一个叫外国的政策 外国政策 那谈的有关亚洲方面的 就是这个 好 所以我们政策官 时间 关系我没办法讲 大家我说这 就给大家了解一下 政策官 这个团队 我们是一个政府团队 这是政府团队 这边的典范 OK 好 再来各位 你们都政策官要记得 你现在还要给你的专业 什么专业 你要懂得怎么开会 政策官没有什么技巧 懂得开会 懂得用电脑 好不好 因为你要有效要会管理 所以开会非常重要 你如果能够把会开得好的话 开会当然要怎么样 要决议 对不对 要执行 就是这些 那么练就一个政务管理的技巧 你就会怎么样 变成一个优秀的 一个政务官 然后一个伟大团队 来一个伟大的领导 开会的目的 团队操练 你要不断的自我学习 你要懂的什么 要电子化管理 这个部分一定要记住 好 如果你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领导者 你为什么这边特别秀这个给他看 他很高兴 好不好 那你所有的政务官都怎么样 大家都跟你一样都好 那叫做团结一致 叫做团对话 这样知道吗 那我们时间有关系 我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